夏日缤纷水果茶 水果茶 给他取了个名叫做 清凉夏日水果 冰纷水果茶 准备的材料是 小金菊 这个是我刚刚切的小金菊 还有百香果 因为我就想给你们录了很久 但是因为一直没有时间 这个百香果所以有点点皱了 但其实它里边还是很新鲜的 那百香果是一个可以软化血管的 一个水果 然后很特别好 然后酸酸甜甜的 那是软下化血管 血管 然后还有个是可以美白 而小金菊呢是 我比较能吃酸 所以呢 这个和柠檬 我都觉得 可以在那个水果茶里面 写出那种淡淡的甜甜的 酸酸那种味道也很清新 而且 我上次不是在海南拍戏吗 海南的火锅底料 旁边都会有一锅小金菊 我经常会把这个小金菊 挤在那个火锅调料里 我觉得不错 你们可以试一下 好了 我们接下来开始制作水果茶了 先拿一个空碗 把那个新鲜的百香果 就是挖进去 这个百香果可以直接泡水和 但是我今天跟你们分享这个就是 我拿了一个冰格 现在要做就是把这个 一小片一小片放到冰格里 然后呢 再倒入百香果 好了 现在我的百香果 小青年已经放完了 然后放冰格里 然后我现在把它放冰箱里去冻一下 我回来了 然后呢 现在已经过了几个小时了 我的冰块已经冰好了 给你们看一下 哇 这是这样子 好 哇 超级浓的百香果味 然后就是很清香 很清香 然后呢 要准备一个好看的杯子 这个杯子我特别喜欢 因为它是一种 就是七彩琉璃色 然后呢 又有点透明 然后还有个好看的转拌棒 现在呢 我们要把这个百香果柠檬放进去 然后这杯子里可以加矿泉水 还可以加盐气水 看我的水果茶完成了 然后再加上一片西柚 然后呢 再加上一片放在这里做装饰 这就是我的夏日冰芬水果茶 DIY的 然后我希望你们空心的时候 也可以给自己做一杯好喝的水果茶 可以美白 拜拜 是真的好喝 是真的好喝 好看又好喝